記得VILA元素裡面 記得這邊要把它選起來按F4 就OK了 那再來的話一樣的方法 第一步就是在 一欄按右鍵插入一個空白欄 第二個的話呢把它名稱叫區域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就是把區域名稱複製貼過來 再來的話區域編號 不過特別注意你這個時候 假如說你用VILA元素查的話會失敗 只有第一個OK 為什麼因為它這邊是什麼 跨欄至中 也就是說它現在有一個 可是旁邊有三個啊 那這樣怎麼分配 一定會出問題 所以呢未來如果你要查資料 遇到這種狀況 所以我發現其實 我遇到的同學很多問題都是因為習慣不對 習慣不正 就是比較沒有資料正規化的概念 就是用自己習慣的方法 以為這樣弄就可以 很多像跨欄之中 盡量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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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資料不對 你一定 資料都做不出來啦 你不要把 E-SEL當WORD用 WORD可以啦 E-SEL盡量就是 讓它釋放資料的地方 不然的話 除非說那個部分 你最後只是要做一些列印的動作 不然的話 你做這些事情以後麻煩 還有什麼 有的人習慣插入一個空白列 或者是空白欄 或者是 加一個奇奇怪的東西 那都有可能造成你之後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盡量 就是資料就 規規矩矩的 那就沒有後面的問題了 OK 所以呢 第一步怎麼辦 請你把這邊 做那個取消擴欄之中動作 擴欄之中應該知道吧 本來它就是會有三個儲存格 變一個儲存格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它那個上面地方 會有一個功能叫跨欄之中 那我們怎麼取消 一樣怎麼加就怎麼取消就對了 所以第一步的話 你可以把游標放上面 然後把它按一下 上面有個叫跨欄之中的按鈕 按一下它 它就恢復了 但是呢 恢復一個 你可能底下怎麼辦 它恢復很多次 所以最快的方法是吧 你乾脆直接選取整個範圍 游標先放在那個D2 然後呢 往下捲動按SHIP鍵 SHIP鍵按住之後 再點最後一個 SHIP鍵按住有沒有 再點最後一個 那SHIP指的是連續範圍 那你也可以這樣選 這樣往下選 不過有個可能性就是 你可能過頭了 有沒有 那又跑回去 跑來跑去 煩死了 它不聽你的話對不對 所以我建議呢 你乾脆按SHIP鍵 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SHIP鍵很好用 OK 所以有些功能 一定要會啦 如果你不會的話 你就覺得跟它相處不好 它其實就不聽你的話就對了 所以你要聽它的話 你就要知道有些招可以治療它 OK 所以就是小技巧 最後的話呢 範圍選取之後 按上面的那個跨欄之中一次 這樣子的話 裡面所有有跨欄之中的都會被取消了 OK 按一下 好 全部都取消了 那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裡面有那個 藍數不對的話 那怎麼辦呢 底下空的你要把它補上 所以你變成所段要補上 補上的話 補上的話你就向下拉 但是你會發現向下拉 它很討厭 A01對不對 你想說向下拉 它應該複製嘛 結果奇怪了 怎麼變0203 其實它底下應該都01才對 啊 怎麼辦呢 很簡單 再記一個快速鍵 就是你向下拉的時候有沒有 按一下Ctrl鍵 Ctrl鍵按住再拉 這樣OK了 好有沒有 所以有的時候啦 那個 那個按鍵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那就是 怎麼辦 複製貼複製嗎 是可以啦 可是 就是沒有效率嘛 對不對 所以剛剛講了 按Shift鍵是連續選 按Ctrl鍵就是說 如果你不想 讓它幫你加1號 你按Ctrl鍵就好了 Ctrl喔 有沒有 Ctrl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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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hiver在它上面 反正這些快速鍵 可能要慢慢熟悉啦 那底下的話 一樣的方法 按Ctrl鍵 那A03的話也是一樣 A04 然後底下的話 A01 Ctrl鍵按住喔 然後再向下拉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 另外 剛把資料全部自中算了 全部把它改成自中好了 OK 因為有些好像有自中 有些沒自中 好這樣的話 編號就大功告成 所以特別注意 第一步就是 跨欄之中取消掉 按Shift鍵 連續選 再按上面的跨欄之中 二的話呢 把它再自動複製資料 按Ctrl鍵 向下拉 那最後的話 就把這個編號呢 把它恢復成 正常狀態 所以有的時候 你以為跨欄之中 很好用喔 可是在Eshiver裡面 基本上是強烈不建議啦 因為到時候 你又要把它取消掉 那不是要多做一次工嗎 所以有的時候 看起來很方便 但是實際上 並沒有太方便 所以這個可能要斟酌一下 跨欄之中的使用時機 所以我發現有時候 多了一個跨欄之中 要把它取消掉 像這個 如果資料有幾萬筆資料的話 那你不是每天每天這樣做 所以像這個資料還算少的 還可以用人工做 如果資料多的話 可能要寫程式 通常要寫 剛剛有介紹一個叫VBA 所以那個東西就是說 你如果你可以寫程式 管它幾萬筆 按個按鈕 全部都OK了 甚至爆表可以一鍵按下去 爆表自動幫你產生 但是背後要寫程式啦 那個難度當然相對的又更高 它就可以取代你所有 滑鼠鍵盤的動作 好那區域編號做完之後 再來就很簡單了 區域 區域我想應該用法 跟剛剛一模一樣 所以請各位試做看看 喔